大家好,Chris 今天有一宗新闻 就是说英国将会圣诞落大雪 富十度 看这个款式好像很大 大家有没有做出这个严寒的准备 例如用东西盖住车、保护车 又或者家里的暖炉煮好味 将会还会冷 圣诞那段时间 今天就分享这件事 在说这件事后,Chris哥也会再补充前几天那集 25万人移民到英国 因为有很多人留言 我说多一些补充的东西 因为很多听众留言 其实他说的东西我全部都知道 不过那天我当我说漏了 也不要紧了,再分享多一些东西 稍后再说一下,先说低温 今天圣诞真的冷了 因为已经说了,确实日期几时冷了 这整件事都是英文 我已经转了中文了 看中文好吗 英国圣诞将会迎接这个 摄氏附10度 降雪 你又有机会玩雪 但你记住一件事 Chris哥,我上次跟大家分享 我在冬天前已换了车 我不是雪车 说清楚 我不是雪车 我换了车 如果你的车 如果贴地有些问题 譬如我上次也说过一次 我再说一次 例如你一有下雨又或者下雪 一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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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击击击击击击的声音 就是说你的车车 绝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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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煞车系统的 那个 这煞车的绝地不够 Baking Resistant 我省不起英文 突然之间 我省不起这些 Task的名字 你突然问我 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叫Baking Resistant 你看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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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 那个 那个 车的绝地 是不是不够 如果不够 你真的要换车 为什么 不要省少少钱 我只是换了两只车车 我也是换了大概 80磅 我想你换了一对 都是说 300磅 因为每只车车都不同价钱 我不知道你找哪个人和你换 包安装 如果你觉得真的有需要 就去换 因为你撞你一下 都不知道赔这个数 说真的 如果因为 线 说真的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你的车 需不需要换 他说 英国下周可能遭遇负十度 具体襲击时间 已经说了 一些预报人员 气在学家预计 除着圣诞新年临近 天气会下滑 气温会着降 接着这个机构又预计 很多可能会下周到中间位置 英国将会开始下雪 又这么说 我自己觉得 你趁这段时间 买少少干粮 买点通粉 米粉 什么都好 放在家里 为什么呢 太大雪 我都不太建议你开车出去 为什么呢 危险啊 说真的 因为如果你 一落雪 你的车又不听 说人家的车又不听 或一撞起来 就糟糕了 所以真的 我觉得 留给你意见 下雪就不要到处去啦 尽可能留在家里啦 上下网 看看电影 看看Netflix 什么都好啦 或者看看Chris 听听下那个歌的 那些片啦 那些片啦 我也有关系 看其他东西啦 总之就尽量减少出入活动啦 然后聖诞周活开户啦 可能会出现一两次明显的冬季的大风啦 以美穿聖誕那天可能更大 聖誕那天可能會落大雪 是不是更加好呢 我自己那天約了人吃火鍋 目前天氣的模型顯示 該北部將會迎來大降雪 即是說說我那邊 大家真的有心理準備了 雖然這些地區真正白色聖誕可能機會更大 但從那時間開始一些微妙的變化 可能導致聖誕那天來更大的降雪 可能其他地方也會 本周預計天氣取代北歐的航風 氣溫有時會降到-10度 又或者在12月22日到23日 真正的惡化 所以聖誕節那天約了人 23、24日約了人吃火鍋 我都出街 不過如果我真的駕駛出街 我真的要更加小心 25日前幾天 將會冬季 堪稱在維亞半島或者芬蘭 襲擊英國 我不知道 那些小心 蘇格蘭北部地區溫度會-10度 而英格蘭中部地區 將會折舊零度 這麼誇張就差10度 所以你家裏的零度會好一點 那些槍 英格氣象曲 有得吹 一股有不極的氣流聖誕節 期間流向英國 所以大家小心了 聖誕節期間蘇格蘭可會因為降雪而出現阻力 因為此處危險之中 如果我援大西洋得到一些東西 會帶來降雨 會製造白色聖誕所需要 一片的雪花 所以值得玩 哈哈 又說這些東西 懂了 總之上一次沒有玩雪的朋友 你可以這次玩玩了 因為將會冬 Chris哥補充 昨天的影片 昨天的影片說25萬人來英國 本身只有25萬人來英國 但我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Chris哥 那一集叫你去朋友家住住 因為 有個聽裝留言 非常之好 他說英國的法律 就不容許 一間房間可以住這麼多人 其實我一早都知道 我以前拍過一條影片都說過 一間房間多住兩個 是的 如果那麼多人 其實是不可能的 但你要明白師兄 你留言在這裏 我也很尊重你 但我要你明白一件事 真的要明白一件事 我又沒有錢 因為我大家 我也明白一件事 在英國租AB&B 在說租AB&B 如果你五個人 要租三房 跟法例 三房如果租AB&B 便宜的2000磅一個月 最便宜的 其實我覺得你找不到 沒有可能找到 貴的3000磅以下 租AB&B 在英國三房 那你二十五萬 你還沒有計算 吃和用 一個月花你 1000磅 即是一個月 租樓當3000磅 吃和用1000磅 在說4000磅 最普遍的了 那你二十五萬可以捱多久 四個月還是五個月 不是很多 只是捱不到的 他說的話我絕對明白 但是你說一件事 一個 沒有錢的人來移民 要克服很多問題 我說真的 因為 我真的試過 在租樓 我都捱不到 我拿著一塊錢 你當半球也好 多少錢也好 我直接想租一個 萬多元的單位 你銀行有錢 他都不理睬你的 業主 是不理睬你的 是的 你不要以為有錢 就覺得 我來到這裏 別人要抱你大腿 這裏有些業主 就算你付錢 他都不租給你 你銀行有幾塊也好 他都不租給你 就是串碼頭沽你 就是這麽簡單 你也可以跟業主說 我一早給半年 一給一年 那就可以了 別說不行 但是25萬 怎麼給半年呢 我當你租一樓 1000磅一個月 好嗎 租一年 你都說12萬 25萬 你給一年 都夠給的 那個人肯信你的 都可以 給兩年就不夠了 你要看業主 刮不刮你 我試過真的未必刮的 是的 因為有些業主 真是 說這裏本地人 他真的覺得你有份工 有份工 才會租給你 說真的 他沒有份工 他怕你 賴死不走 不交租 所以 我只能這樣說 有錢 他未必租給你 何況沒有錢 20萬 拿著25萬 你想想 找到 三房 8千元一個月 或者千多元 不是 800磅一個月 千多磅一個月 那些房子 別人租給你 我覺得 機會性 很低 10% 也沒有 除非那個人認識 我講真的 所以我那一集 跟他說 叫住朋友家 是正勞的 因為他的價錢 是不可能租到房子 也不可能有人租給你 我講真的 來得久 就是來這裡 住的人 就明白了 如果你未來這裡 未來這裡 未來地 又或者 未租過房子 未試過 我想他未必會試過 因為我試過 因為我很簡單 一開始我打算租住房子 再慢慢減樓 怎知道是不行 租了一層房子 再慢慢買房子 才 再慢慢 處理買房子 是不行的 所以我明白 我試過 我真的 遇過 所以我才這樣說 還有 也在說 來到這裡 燒錢 有很多人說 是不夠燒的 是的 我講真的 這裡最厲害就是吸血 我講真的 無論任何東西 水電匯 是吸血 吃東西也是吸血 各樣東西都吸血 其實香港也要用的 不要說到這裡特別邪惡 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你明白一件事 尤其是車寶 說得沒錯 尤其是車寶 我有一個朋友剛剛要續車寶 一架新車 不知道 19年 17年 我醒不起來了 19年17年 15cc的車 都要續700多磅 不開玩笑 真的不開玩笑 這裡的車寶 騙錢 真的不可以騙錢 你情我願 所以我跟你說 25萬很快燒光 你食用租屋 然後買個車寶 可能三個月 你已經降堂了 然後 你又可能好像那些KOL 在這裡叫 不行 說要回樓 說真的 我不是說話 嚇大家 我真的 完全不是嚇大家 現實就是要這麼多錢 在英國生存 生活 不要我當生存 在生活 真的要這麼多錢 所以不要想 比想像之中便宜 說真的 也有說 25萬洗錢 不在英國 還要三個小朋友 照顧起居女公婆 勉強 是勉強的 你幸好找到工作 你還可以快點 解決到你錢的問題 說真的 所以我覺得 你25萬 我叫你住朋友 住住朋友那裡才是對的 因為你住住朋友那裡 很簡單 我當你一間房租多少錢 你給300磅 300磅 會好吃嗎 加上水店煤 我想你 給600磅 也夠了 還沒計算 600磅一個月也夠了 600磅 你還有錢先守住 你臨時住住 當你找到工作 你跳出去 再租個第二間 那時候 再搞其他東西 我講的一集 是真的 純粹是因為他只有25萬在身上 說真的 有錢的 每個人都認識的 這個人說 持有2500萬 不敢移民 這個人欠虛 除非你持有那些 樽巴寶貝 貨幣 或者 阿根廷 那些 如果不是 你持有2000多萬 沒可能 走不了 說真的 說真的 沒可能 有一個人走壞 沒有錢也要走 你 你什麼觀點 我不介意 我也不會反對你 說真的 你說走壞也好 走路也好 什麼都好 怎樣演繹 都是你個人演繹 但是我只能夠 說一句說話 告訴你 當你來到之後 每樣東西都花錢之後 我怕你來到之後 要面對人生的現實 住屋 消費 所有東西都有錢 隔了幾個月 先不先下 埋怨 又怎會走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怕你埋怨英國政府 我真的怕你會這樣想 因為這件事不是我講的 很多人都說 來到這裡 找不到工作 然後說沒錢 然後第一時間 是罵英國政府 我都覺得很奇怪 是罵人轉流 哈哈哈 其實你要想清楚 一件事 說真的 英國政府沒有叫你 沒有錢移民 我講一句說話 不是罵 說真的 我講一句負責 我只講幾句負責任 才這麼說 因為別人說明 你有十個月的生活費 是不是十個月 九個月 我醒不起來了 你看看街路 先走過來 當然 你申請的那一刻是夠 但是你現在手頭上的25萬 是不是真的捱到十個月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一件事 我怕你會好像那些人 下來了幾個月 都沒有找到工作 然後說沒有錢 然後說英國政府找你 我反而怕你是這件事 所以我經常覺得 無論你走爛也好 什麼認識也好 不要緊 真的不要緊 我想和你說的現實 你來到這裏 人生就要面對 很多問題 找工作問題 洗錢問題 以及一般你在香港遇到的 家庭的問題 對呀 說真的 這是現實的問題 所以 真是 袋子多一點錢來 就會好一點 我說真的 大家都是想幫這些人 沒有說過 說25萬不要走 沒有說過 真的絕對沒有說過 是想你來到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還有 遇到 要比別人更加辛苦 或者面對更加多的問題 所以絕對不是說 說一些說話 令到你有任何影響你決定 這個我剛剛說了 問我懂不懂條法 我懶得說 因為我什麼都懂 但我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我就算懂 他只有25萬 他是沒有錢的 剛剛說了 不要再說了 說真的 其實 我就沒有什麼補充 說真的 來英國 25萬 太少錢 無論多少錢也好 你自己有心理準備 要面對現實生活問題 說真的 不要來到之後 不夠錢 罵英國政府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做這件事 亦都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來得本地的人 說的 即是 某些人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你們來到這裏 本身是沒有福利的 就不要 在這段時間拿福利 他們都這樣想的 當然他們有些人 有些人 我不敢說 大部分 有些人說 現在有些 BNO那些人 走過來 都拿福利 拿福利 Kris哥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他們已經有聲音 說了出來 就說我們這些人 來到英國 拿到福利 你問我Kris哥 我經常覺得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 有些人經濟困難的 而政府 又可以給到你的 這些是去著情處理 我沒有理由阻止 政府給 因為 權不在我 是在政府 有些人需要幫助 而政府也肯幫助 故意真是好 但我想和你反映 一樣的聲音 有些人 來了二十多年 入籍 就覺得 你們這些人來了 就不應該 拿社會福利 盡量 不要拿 我只是說一句話 我亦相信 我講一件事 我自己Kris哥 亦相信 來得英國的大部分香港人 都不是拿福利 說真的 我也相信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對這件事很有信心 我都覺得 不可能 因為人家說得 沒有福利 當然 有些人是拿到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途徑 總之他拿到他本事 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先去 去拿 我只是這樣說 不要 找人笨 確實 因為 我們本來 一向都是 靠自己的民族 我自己都說完了 整件事都說完了 這個人說Ni的那些 40歲 因為Ni的那些 我剛剛那天的那段影片 我都說得明白 我扔了給會計師 根據他的法例 怎麼供供 我這裏不常說 你興趣 看看這兩條影片 這兩條影片 都有說過 我不再說 因為我 我真的沒有爬過Ni的那條文 但我知道 我來這裏那麼久 我由開公司到現在 我都有供供 我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這兩條影片 我再說清楚 因為我知道 香港人 有大部分人 在英國 開了一間公司 收租 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供供Ni 如果你自己 有打人工的 我僱主一定有 替你搞這些 或是公積金 這些 強積金 不是叫強積金 叫公積金 類似的名字 類似的東西 你如果開了一間公司 沒有找人 替你搞Ni 我怕你吃虧 所以我那一集 就訂了這段影片 給你們自己 去看 然後你又可以 可以 用什麼方法 途徑 又可以免費 供Ni 我說得再白一點 怎樣供Ni 會計師會教到你的 我這樣不常說 因為我幫不了你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總之 你根據你自己的情況 去供Ni Chris哥是有供應的 說完了 你就需要自己 再看回那天的影片 今天先趕著這麼多 還有說多一點 聽眾 訂了一條影片 過來就說 Kris哥 有些朋友留言 留言點是凡底字 Kris哥 我一直都說了 我早半個月 不知道一個月前 我香港 某些地方 收到一些信息 奇怪怪的 我猜也有問題 最近也收到一些 在這段時間 收到一些奇怪的信息 我前幾集 特地說了一些 我不再重複 說完那堆 也有一堆人 退訂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好消息 證明 退訂了那堆 我不知道是甚麼人 我也不想知道 也不想理 可能退訂對於我來說 很有好處 我覺得是有好處 不要緊 我明確有些香港人 習慣了寫簡禮字 你問一下Kris哥 我自己這樣說 我也很習慣寫簡禮字 我告訴你 我也很習慣 但是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 為什麼我會寫簡禮字 因為我始終 我也跟大家說過 我有兩個大學位 一個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英文 喜歡傳課的 也是英文的 但是他有部份 我讀的時候 有部份的參考書 都是要看國內的 書 你明白嗎 雖然我讀澳洲的 只是英文 但是我也要讀中文 參考課程的書籍 因為全方有很多東西 要讀的 哈哈哈哈 還有 要懂得 簡禮字 是啊 所以 我很多簡禮字都懂得 我說真的 我都寫慣了簡禮字 我亦都心 明白一件事 寫完簡禮字 很難寫 繁禮字 因為為什麼 你寫慣了 哈哈哈哈 方便 我明白的 所以我 現在我盡量 我自己 盡量 逼我自己寫梵底字 我說真的 我都盡量令到我自己寫梵底字 你明白嗎 怎樣都好 如果我聽眾的 我都覺得 大家可以的話 寫多一些梵底字 哈哈 為什麼呢 我都覺得 梵底字的文化會好一點 我覺得好一點 因為我們真的是 獨凡在出生 哈哈哈哈 說完了 說完了 Ni的東西 我再不常說了 因為我真的不在這裏住 我住了一年多兩年 我對這裏的東西 不太認識 那你 我記得看那條人的那條片 那條片 這個人不記得 即是這兩條片 他不記得說 公到七十歲 還是七十五歲 你看看這條片 如果我說錯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要記得了 因為我看那條片 我已經看了一點點 我覺得適合的 我就把我的聽眾 去看 所以我都叫你去看那條片 因為Chris說 從頭到尾 我給錢 就買人服務 人家跟我搞定所有的東西 我就什麼都不用煩了 所以 不要介意 如果我真的說錯了 是不是真的公到七十五歲 如果我說錯了 真的不好意思 如果我公到七十歲 就七十歲 總之你看這兩條片 就準了 真的說真的 今天就說了那麼多 謝謝大家留言給我分享 拜拜